我问问你吧 你跟你前女友谈了多久啊 其实我跟她小学六年级同学 后来都是同学 青梅竹马 梁小不猜 认识她挺久的 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吧 其实还是有点喜欢 然后就在一起了 后面在一起大概有三年吧 为什么分手呢 开始是同学关系的时候 我们还玩得挺好的 怎么就没有想到那块去 后来在一起了发现 其实还是有挺多 性格上的矛盾的 发现其实我们是同学的话 其实我们还相处得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 其实约定好了 我们以后还是可以 是做普通朋友 谁提的分手 自然而然吧 那你心里还要那姑娘吗 李先生 没有啊 那个时候我跟她 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可能 我也不可能分手 但是正因为是这样 现在已经分手了 那就不可能回归到 那种关系当中了 我只希望跟她 是一种普通朋友 是一种同学之间的 我这么问你啊 如果你现在的女朋友 要求说 你跟她连普通朋友 都不能做 你能不能做得到 能 能 好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如果她跟前男友联系 你会介意吗 不介意 假的 不介意的话 我觉得是要看什么事情 就是朋友之间的聚会啊 什么的你介意吗 那种我觉得可以啊 又不是私底下那种约会 我就是可以 所以其实每个人可能 因为生活经历不一样 然后自己的决断不一样 对对方的要求 也会有一些不同啊 但是比如她说的 她可能很介意这个事情 你就要做考量了 是吧 你刚刚说 赵川问你 你能做到吗 其实我觉得你很小声 游异之后你似乎 在帮助自己梳理信心 于是大声了一点 但你其实心里并没有想好 那么我认为你们还是 相对地冷静一段时间 看一看彼此之间 是不是还要继续走下去 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过往 深深地影响到你的现在的时候 我认为你们彼此的爱 还不够深 所以在观望 好吗 好 谢谢群姐 来 删达老师 赶紧分手犹豫什么呀 你俩不才三个月吗 你怎么对得比 对比人家那从小学六年 初中高中轻为猪马 两小无猜的感情啊 你就是比不过她前女友 只不过没说出来 都这么做了 你还在那幻想着说 有一天能够替代 她前女友在她心里面的地位啊 我告诉你 她前女友就是一首诗 那个什么 《梨梨圆上草一岁一枯绒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有声》 最起码五年之内 你摆脱不掉这个阴影 我告诉你 得不到的就是白月光 得到的就是地上霜 你不要想着去让她拔掉 你前女友在她心中那根刺刀 你做不到 你无法推动她 让她去忘掉她的前女友 这件事不是说你步步紧逼 你天天看着她 她就能忘得掉的 你如果决定跟这样一个 有非常深前情前史的 这样的一个男生在一起 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 受这份煎熬 跟你说的是什么 你这样的人非常可恨 你忘不掉前女友 你拽人家干嘛呀 她就想着我一天 能够让你忘掉你前女友 但是很明显 你忘不掉 你做不到啊 你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告诉人家 我现在暂时忘不掉 我前女友 你等我调整好我的心情 或者我的状态 我如果还喜欢你 我再回来找你 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 这边吊着人家 有一个人陪着你 那边还想着前女友 想尽各种办法 跟人家联系见面 什么改名字改备注 然后同学聚会 以这个为幌子 两个人私下见面聊一个小时 我觉得你前女友也有问题 分手了就干干脆脆地分手 不要影响各自的生活 你以为你这叫深情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 谁都不会忘却之前的情感 因为人他不是机器 不是说一键删除 所有的感情全忘掉了 不好的记忆全忘掉了 你最可恨的地方是在于 你在已经开始了 一段新的感情之后 用种种的这种的欺骗的手段 来欺骗现在的女友 口口声声给她营造 我们俩不可能了 我跟前女友不可能 但实际你还在做着 要挽回前女友的所有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不适合谈恋爱 你知道吗 任何一个女生都会介意 你这是对这个女生 不负责任的表现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我要认认真真 非常真诚 非常直面地 去看待我过去的这段感情 我没有放下 就是没有放下 你爱没爱上她 清清楚楚地告诉她 所以姑娘赶紧跟她分手 听到了吗